謝謝我們的家維 家維我請我們的主委 政委好 主委 真正天川日的遊覽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簡單的解釋一下 天川日就是我們客家人 對於因為一個傳說故事 就是火神水神 互相逗來逗去把天空破了一個洞 然後這個女娲就練石把它填補起來 所以轉化成現在的一個天山日 就是說我們客家人在這一天都是放下工作去休息 那我們就是要感念這個女娲嘛 對不對 然後去轉化為做我們環境的保護 從天進地的一個精神 主委 那這個日期的話你說可以改嗎 在農曆的元月20號 我們岩小姐45號 那我們客家主體裡面說要玩到 沒有玩到天川的時候 她不能出去工作 這也是一個很道地的文化 一個很傳統的這樣一個 您覺得說有必要去這樣做一個修改嗎 可能目前也改不了了 因為這是經過各界的一個徵詢 你怎麼改大家也都會不滿意的 是啊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會建議說 那客家基本法公布的那一天 也有客委會成立的那一天 經過了一些調查 最後一個共識就是決定 我們客家人那個天川日那一天為全國客家人 那流傳到現在已經總共多久的時間了 99年決定了100年公布 辦第一次的全國客家人 我們也有修改過就對了 沒有沒有修改過 99年就決定那一天的 就決定天川日就是客家日就是元月20號這一天 農曆元月20號這個日期對不對 對 因為我最近的話參加地方的一個活動 縣政府委託我們鄉鎮公所惡靈鎮這樣辦的一個活動 我特地的真的深深體會到 體會到天川日客家日的這個重要的一個節日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去參加我們那個惡靈的那個 惡觸力廣福工的這個 他今年一系列的這樣的一個天川日客家日 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看到我們這些客家族群的民眾 都非常的欣喜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高興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有這個日 但是我們這整個那個語言的這樣的一個流失 你們有沒有在做一個更進一步的這個 我們現在一家的年輕人已經幾乎都不能說 這麼好 他們都不能說的已經都是50 我看是我們五六十回家怎麼可以說 像我這個年齡在說的更多 現在這些年輕人 你們要怎麼去跟他們說 讓他們這個 相對的他們這個文化傳承 繼續保留下去呢 各位報告 我想我們客語的流失啊 不管是哪一種槍都是一個普遍的狀況 那特別的是這個大補槍也好 或照安 大概也有些流失那也不太容易保存 不過客委會這邊呢 會對於地方上 特別是家庭社區 那怎麼去保存 或者是傳承這個照安課或者是 那個這個槍吊的流失應該不是這個問題的所在吧 槍吊的流失應該不是這個語言流失的這樣一個代表吧 因為我們像我們彰化的話 我們六九金因為很Q 我們的Q也是很多的 我們台灣的QQQQ口也是很多種的啊 所以應該是那個Q應該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吧 你再講說那個客來的是比較多的這個部分 那你要保留的一個部分 你就讓他們自然的發展就好了啊 你只要語言把它保留起來 你讓他們自然發展就好了啊 那像我們在這個部分的 光我們庭委的這個鄉鎮 你看你這種的客家做就這麼多了 這問題我們參謂要說的 可以說的 根本就沒幾個人 你平常是根本就沒辦法聽到這麼多了 那個客家的話 你就很少聽到了 還是我不是客家人 我不會說這個話 他們不會說這個就讓你聽了 但是我至少的話 去參加活動的話 他們如果可以講出來的話 語言 如果是可以講出來的語言 至少我們在周圍 周邊四周的那個範圍裡面 至少都可以聽到這種 那個客家族語的母語的這樣的一個呈現啊 可是現在都沒有了啊 包括我們自己本身的我們客委會 我不曉得可以到客委會來 是全部都要有一會 懂得可以了還是怎麼樣 現在彰化呢 應該有九所的客語生活學校了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強化 同時他們這個也有一些的想法說 去推動一個客家周 那麼講客家話 然後辦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些活動 我想這個我們都會極力來協助 所以您客家周的話 您這也可以結合 天莊日可以這個 客家日啊 您可以把它結合起來啊 因為你沒有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很多的社團 那你有透過可以用學校的部分 有很多社團 現在連國小啊 國中啊 他們都有社團的這樣一個組成啊 這都是你一個傳遞的最好的一個地方啊 傳遞工具最好的一個地方啊 那傳遞工具最好的地方 他有時候就是按以經費的這樣一個短缺啊 那您可以協助的他們都啊 很廣很寬嘛 對不對 在我們台灣整個那個族群裡面 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 台灣的 我們自己本身的台議的那個說 再來就是客家議的說 應該是客家第二大的吧 主委 客家第二大的吧 我們 是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那我們每年都有舉辦一個那個 比如說我們宗廟這個 三三國王就是我們一個 客家最好的一個 那個族群的 宗教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代表啊 像宗教一個最好的代表的話 相對的在這個 那個廟宇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讓那地方 有設計光環祭典啊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啊 平常的話 你沒有結合這樣的一個 那個 模式來 記錄這樣來 來講的話 那一下子你有哪些 有這麼多的那個 你說一個那個客家桌 客家桌 客家桌你要展現什麼呢 因為你到底 真的的客家桌 你要展現呈現的 就是混混混混混 我們這些客家的這個 藝術 我們的色彩 我們的銅花 對不對 是不是 也不安全 都是這一些啦 我想對於我們客庄 可以利用像客家桌的時間裡面 去關懷社區老人 這個客庄老人 這也是我們會來會去推動的一個方向 對啊 那你這個客人 你要推動這麼多 包括新住民的部分 對啊 您都有這麼多的那個 那個產業可以去推挖 那我都非常的贊成啊 那您在推廣的這個同時 你可以再來關心一下啊 那你沒有來關心一下 那你怎麼推得動啊 你怎麼可以讓這樣的那個文化 產業可以活絡起來呢 可以激落 怎麼可以來永續 永續的發展呢 對不對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個關懷祭典 一個關懷祭典 而且是傳統產業的這樣一個 可以讓您做的事情 那我剛剛聽您講說 那我們的那個銅花樹 不能再做這個行道樹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那這個我都可以接受的 那個相對的範圍裡面 那您是一個那個客家的主委 那您在這個部分的話 您應該再爭取才對啊 因為銅花樹 畢竟是我們客家 裡面的一個 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象徵不是嗎 是的 不過他們經過專家學者 就是說認為他們會破壞生態的話 那破壞生態的話 只是在一個這個部落裡面啊 就是在一個部落裡面啊 那您這個部落的話 相對的可以讓他們更了解一下 這樣的一個存在啊 只有這樣而已啊 我們會針對這個議題來研究 那苗栗這麼多的那個 那個銅花樹 有沒有破壞到整個生態 有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會針對議題來推廣 有沒有破壞到整個生態 謝謝主委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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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